凡事用心必有所获 当华锦梅忙着为民众服务的同时 身边与他共识的团队 却是他念之在之 更需要付出关怀的一群 并期盼自己的团队能不断成长 在工作岗位上独当一面 延续文化中心的服务理念 用心管理就是说 我自己是学人文科学的 所以我会设立一个目标 我会把对整个service 我们做的服务项目的outcome 我们说成效 我也是讲究成效的人 但是当你跟六七十个人 七八十个人一起共识的时候 每一个员工都有他的独到性 以我个人来说 我学会的是 如果我们都能够去serve陌生人 我们怎么能不serve我自己的员工 那个是我很早就有的一个认知 你一定要把你自己的员工 更要照顾好 因为你连陌生人他进来 你都要帮他 那更何况他帮你去做这个服务的群 就是你的团队 你一定要看到他们的需求 帮助他们成长 以后所谓的接班 不是个人接班 是一个团队 而且不叫接班 是叫做continuum 就是它是持续经营 所以这些就是在一些很基本的理念上 我记得之前呢 我们的理事会会always说 就是像我们受训 因为你已经做到CEO 他会说 万一你今天被外星人绑架走了 你这个机构要怎么经营 OK 我们都在想 那谁接班是什么 后来我就一直在说 当我出去上课学习的时候 我才发现 他不是一个个人的 那个个人只是一个位置 而是你整个经营的这个体系 continuum是非常重要 所以你一定要保持一个quality 你不能够靠所谓的 他们叫英雄式的管理 你今天运气这么好 找到一个这么好的CEO 那你这个就是说 就扶摇直上 不是 你要整个队能够一起在一个水准上 在一个共识上 那个共识很重要 团队越来越年轻化的文化中心 话锦梅虽然看见年轻人不足之处 但对大家在工作上的优异表现 却给了极高的肯定 只要求自己更有技巧的整合团队 提供民众更好的服务 因为他们成长的过程 他们是跟着电脑长大的 对不对 而且是少纸化 他们的这种很多 你觉得应该有的一些 工作的一些特质 他就是没有 对不对 可是他的长处是让你非常压抑 他能够把一个事情 在他的电脑上 用软体 用这个technology 三分之一的时间就给你搞定 我不得不佩服他们的效率 不断进步的科技 拉近了人类的距离 但经历了这一次病毒灾难后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又渐行渐远 甚至许多行业也加快了 以科技取代人类的脚步 让长期关心人类社会发展的 话题没看在眼里 也不禁担心未来人类 与科技之间的发展关系 到底决定权该在谁的手上 因为我在大学我也是 我是双学位 但我也是学过文学 所以那种科幻小说 什么1984是不是 这些小说里面讲的 你看结果都在某一些层面上 是印证了是不是 但是呢 这次COVID 你有没有看到 大家都在家里干什么 种菜 我那时候 对人性 我就开始对科技挂帅 到反扑归真 我希望我没有用错成语 也就是说呢 物极必反 我们是在很多的等于说是层面上 科技是一直要继续往前走 在医学上在很多的上面 它是要往前走继续研发 可是在人的生活品质里 你要怎么样去运用科技的好面 可是呢 保持人性的淳朴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非常重要 不然的话 人性会流失的 我觉得那个是我的 对这一次COVID给我的看法 因为呢 我已经看到有一些餐厅 他们就说 我们都不要用员工了 因为现在有COVID的事情 就用机器人 那机器人可以从 你按着menu去点餐 他就现场就这么炒作 到送到你的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吃起来是很不错的 那时候我就在想说 你知道做大厨师 拿的是艺术学位 那是不是这门艺术就要示威了 不会 如果you do it right 艺术的东西是历久迷信的 当这个整个世界被科技 Dictated by科技的时候 要怎么讲 是被科技领导的时候 你要很小心的去给他定义 所谓科技领导是 科技决定所有呢 还是人要领导科技 这是很 这是一个fine line 一不小心 你跨多一点过去 其实接下来是一些人类的 等于说是社会问题 对 当话题来到文化中心 每年新年园游会时 花技梅的眼神也突然亮了起来 带着兴奋的笑容 对总是能吸引上万人次的主流民众 到中国城一游 感到欣慰 因为园游会的目的 就是希望吸引外籍游客 接触中华文化 同时也期待为中国城的经济繁荣 带来更多机会 很多人他平常不来我们中国城 他为了要来参加你的这个新年园游会 他就来到中国城 他只要一来中国城 他看到你这边有这么多餐厅 这么多好的这些服务的话 他就赶来中国城 很多美国人他不知道怎么来中国城 他说我去点菜 我也看不懂菜单 所以我们就是说 你一旦让他来过一次 把他的这个心中的这个fear降下来 他以后再来的机会就很高 我们都希望帮助我们整个西南区 尤其是亚洲城这边经济的成长 2020年这场病毒灾难 造成了所有经济活动停摆 民众在完全没有收入之下 日常生活出现了危机 加上新移民有语言上的障碍 更是求助无门 文化中心此时便发挥了救助的功能 发放政府救济金 降低了社会问题发生的几率 我们从4月 我记得我收到United Way的电话开始 一直到现在 我们已经正在发放70万 70万美金的救济金 我们还在申请更多的款项 已经发70万 已经好几百个Family已经被照顾到 什么样的条件能够来说 他们基本上要是低收入 而且呢他们并不符合一般的福利 比如说你真正是一个白领阶级一个项目 你公司现在暂时lay off 你可以很顺利的申请救济金 但是有一些人他是新移民 他语言不是那么的流利 他甚至他不知道怎么去上网去做这些申请 就是说你要有一些障碍点 那低收入就比如说很多人是在餐馆打工的 他就现在餐馆都关着嘛 他就失业了 他必须要是有一些 我们叫做等于说是 它是需要符合一些条件的 那也看这款项是从哪里来 如果是从Harris County来 他必须要是Harris County的居民 那Fourband就不行 Outsider of Harris County就不行 还有就是说你家庭的成员 如果你家庭是四口人 还有在学的小朋友 对不对 你父母亲如果失去了这个收入 这个是很紧急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的counciler都会去做一个初步的评估 华晴梅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精神 协同中华文化中心一起走过了将近二十年 由于他对人性的深刻体认 也就更能展现自然的包容态度 带领着年轻团队以笑容迎接每一天 成为萧斯顿西南地区主流民众及华人侨胞 最有人情味的避风港 接着年轻团队以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